在1987年11月29日 一架大航航空8500號的飛機 載著130名乘客和機組人員 由伊拉克巴格達飛往南韓仁川機場 由於航行的時間很長 航班將會在亞聯遊首都阿布澤比和泰國作短站停留 以便補充飛機燃料和進行普通檢查 在飛行一段時間之後 飛機在第一個中途站阿布澤比停下來 當時一共有15人落機 包括一對來自日本的婦女 沒多久飛機再次起飛 飛往第二個中途站泰國 在這個時候機內只剩下104名乘客 以及11名機組人員一共115人 在這班客機內 除了一名外籍乘客之外 其餘的都是南韓人 而當中大部份的南韓人都在海外工作一整年 希望趕在1987年年底回家 和家鄉的親人共追天倫 但正當飛機飛近緬甸附近的安達曼海 即是印度洋東北部的時候 突然失去聯絡和蹤影 懷疑發生了嚴重事故 更可能已經墮海 在事件發生之後 各國都努力地尋找飛機的殘骸 行存者和飛機的黑盒 而黑盒即是飛行紀錄器 儲存了飛機失事的一瞬間 和失事之前設備的狀況 當中的資訊可以幫助調查員分析事故的原因 但可惜以上的一切都未能成功被尋回 到底一架載著115人的飛機 為何會突然發生事故呢 是否因為零件失靈導致呢 當時有人查出在飛機失事之前兩個月 即是1987年9月 飛機在南韓機場穿鹿的時候 因為飛機的輪胎未能及時彈出 飛機在跑道損毀 需要接受緊急維修 除此之外 在這件事裏面 大韓航空8500號所採用的是波音B707型客機 和21年前另一件空爛所採用的飛機型號相同 在1966年 英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在日本富士山上空 因為受到高空強烈的氣流影響 在空中發生爆炸 根據以上種種的原因 調查人員初步推測 大韓航空飛機在飛行的時候零件失靈 導致失控墮海 但隨著國際刑警加入調查之後 加上一個中東國家提出的一個重要消息 就令一個國家的陰謀漸漸被揭露出來 亦令一個神秘女性的身份曝光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個女人的故事 在空爛發生之後 調查人員立刻研究乘客名單 發現了一對日本籍的婦女非常可疑 她們分別是69歲的風谷真一 和27歲的風谷真由美 她們兩個人在事故發生之前 曾經乘搭大韓航空8500號航班 但早在第一個中途站阿布扎比已經下機 而在空爛發生後第二天 兩個人就趕往巴林機場 準備乘搭約大航空公司的班機 前往意大利首都羅馬 或者調查兩婦女和空爛之間的關係 當時巴林政府是兩個人入境的時候 拿走了她們的日本護照 到巴林駐日領事館進行驗證 很快 領事館的職員就查出這對婦女所用的是假護照 然後巴林警方和領事館人員就對兩個人分別進行問話 和徹底守身 了解她們真正的身份 和有沒有牽涉在這次的空爛事件裏面 表面上 婦女的確很像日本人 她們以一口流利的日文 只稱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 而且職員在檢查她們身上除新物品的時候 發現大部分都是日本貨 那究竟她們使用假護照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而她們又何方神聖呢? 沒多久 職員將兩個人帶到同一間房 在這個時候 父親在口袋裏面 拿出一盒日本債的香煙 然後在當中拿了兩支香煙 一支給自己 另一支就給身邊的女兒 當時坐在的人都沒有什麼遺疑 她們既沒有為父女扣上手扣 也沒有阻止對方這個看下去無害的行為 但就在這個父親咬完香煙之後 沒多久她就口吐白沫失去生命跡象 當時事態嚴重 女警立刻阻止女兒咬另一支香煙 但仍然遲了一步 對方已經躺下了 於是她被緊急送院治理 經過檢驗之後 發現原來婦女所咬的香煙內藏有青化夾毒藥膠囊 一種俗稱為沙丫的致命毒物 女子經過搶救和洗衛之後 最終被救得回 而其後經過南韓長時間的徵訊之後 就令這個女子不為人知的特殊身份公諸於世 在空難發生後半個月 即是1987年12月15日 這個女子被國際刑警引導到南韓搜查 當時在南韓機場內聚集了一大群拿著相機的記者 當飛機門打開的時候 人群隨即引起了一陣騷動 有人大聲指 她好美啊 又有人表示 這麼美的女人為什麼會成為恐怖分子呢 另外 南韓政府嚴陣以待 除了在機場附近貼紙嚴密的保安 女子的旁邊有一男一女的官方人員附著她 確保她一舉一動都在控制之下 而由於女子早前曾經咬舌自盡 所以她的嘴葉被白色膠紙封住 之後就被帶到南韓的審查室 女子在其口讚證的回憶錄中表示 當時自己一直都很怕受到南韓特務的嚴刑逼供 但南韓特務從來都沒有粗暴地對待她 除了為她提供牛奶和咖啡 又帶她沖熱水糧 他們更為對方準備了豐富的早餐 有雞蛋白粥和泡菜 而她都忍不住吃了這些飯菜 在文化中 南韓的調查員也很尊重她 經常以輕鬆的方式聊天 他們又問及對方在日本生活的情況 但由於她從來都沒有在日本生活過 所以她只能夠編出一些可笑的答案 當時有人曾經問她在日本看什麼牌子的電視機 但她想到沒想到就回答了金達來 在這個時候 座場的所有人員都在笑 因為金達來是北韓獨有的電器牌子 而實際上 當時的調查員一早已經懷疑她是北韓派來的間諜 其中一人更加故意地說 這個女生太遲鈍了 根本不適宜做間諜 試探她是否真的不懂韓文和測試她的反應 但後來她又開始利用流利的中文 放稱自己是出生在黑龍江的中國人 叫做白崔慧 她又指自己看過李小龍的電影 企圖降低自己的嫌疑 不過最終她發現已經沒辦法再隱瞞 決定一五一十地交代空難的真相 以及用了八小時去講出所有關於自己的事 而這對所謂日本婦女的真正身份是北韓特務 分別是69歲的男子金順一和27歲的女子金燃基 在調查期間 金燃基主動提出 我可不可以看看平民百姓的生活狀況呢? 她希望親眼驗證南韓人的生活 是不是好像祖國所說一樣的慘烈? 於是調查員就帶她外出看看南韓的城市 更加給了二萬五千韓幣 當時一行人來到當地著名的樂軒百貨 又去到了一間專賣血腸的小食店 買了些食物 另外他們還一起參觀首爾的德仇宮 當時有不少市民都認出她就是那個飛機炸彈客 金燃基在這次行程中 趁眼目睹南韓社會繁榮先進的一切 她才仿然大悟 原來祖國北韓一直教導的思想 都是一個謊 那到底金燃基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而她又怎樣成為了北韓的女特務呢? 根據在1991年推出的書者金燃基自傳入面 金燃基在1962年1月27日出生在北韓平壤 是家裡的大女 她的父親身份地位特殊 是北韓的外交部官員 因為父親的工作關係 她們一家曾經在古巴生活了五年 而金燃基一直都能夠接受優良的教育 一家人在北韓基本上過著不受溫飽的生活 住在首都平洋的一個單位 擁有獨立的廁所 而當時一般的百姓都住在公共房屋 而且還要和十幾戶家庭一起共用一個廁所 所以她們一家和北韓的低下階層形成強烈的對比 但若果按照南韓的標準 金燃基在北韓的生活根本稱不上特別優越 以食用油作為例子 在南韓基本上是隨手可得 但在北韓 全年都能夠吃到油渣的食物 已經是一種上等人的得權 因為北韓每個家庭得到的糧油分量 都是由國家安排 另外由於金燃基小時候生得標誌 所以曾經參與北韓勞動黨的電影 而在小學的時候 她和同學每天在學校的時候 經常要鎮揚領袖金日成的偉大事跡 所有學生都要唱一首叫做《南瓜頭》的歌 內容在歌眾金日成擊敗日本軍隊 在1972年 十歲的金燃基被選為北韓代表 在南北韓的會談大會上 向南韓獻賞鮮花 當時一家都被視為英雄家庭 在今次家族長年建立的意識形態教育下 金燃基被培養出濃濃的愛國精神 更加認為一切與美國有關的事都是邪惡的 被教育成憎恨美國的小朋友 在大國之後 金燃基先後就讀在金日成綜合大學的生物系 和平壤外國語大學的日語系 但在1980年3月 十八歲的金燃基被通知即將要成為特務 而她在離家接受訓練之前 她的父親曾經跟她說 情永遠記住就算落入苦月都要活下去 無多久金燃基就開始在平壤一個神秘機構內接受特訓 還得到一個新名金玉花 其實北韓政府一向都有訓練特務到海外進行暗殺計劃 被招攬的人都是年輕貌美身材討好 家境優良懂得多國語言的女性 她們不單要接受暗殺博鬥訓練 甚至會被送到無人島進行嚴苛的求生特訓 在這段訓練期間金燃基和一名被綁架到北韓 在1978年失蹤的日本女子田口八重子 一起居住了兩年 傳聞在70年代 不少日本人被綁架到北韓 為北韓特務進行日語訓練 當時金燃基向對方學習日語和日本女人的言行舉止 同時金燃基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日本的時裝雜誌和電影 學習日本人的打扮方式 此外她亦要在訓練期間苦練中文 成為一個識中文和日文的日本人 而就在1987年年尾 金燃基終於被委派一個國家級任務 在1987年10月 正是周遊列國接受特訓的金燃基 突然接到密令下令她要馬上返回北韓 原來當時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日成 要求金燃基和另一個資深的南特務 橋莊成來自日本的婦女 先前往中東假扮觀光 然後在回程的時候乘搭大韓航空的客機 實行詐毀飛機的計劃 試圖過越南韓年底舉行的總統大選 在金燃基出發之前 她的上級曾經跟她說 南韓這個國家這麼多年來一片混亂 如果成功阻止奧運會的舉辦 加劇了南韓的政局混亂 那就為我們韓國統一制做了機會 你們將會成為我們民族當之無愧的英雄 之後她向金燃基和南特務遞出兩盒香煙 她向兩個人解釋向煙內裝有液態毒藥膠囊 透露萬一計劃敗路 他們就要假扮食煙咬破膠囊 就是這樣 時間到了1987年11月29日 金燃基和南特務分別以風谷真一和風谷真由美的身份 在伊拉克巴格達機場 準備登上目標航班 但其實他們的任務並不是順利無助 當時安檢人員向金燃基表示不能夠攜帶電池相機 不過南特務處變不驚 向安檢人員展示電池只是用在收音機裡面 但實際上就即將會用在炸彈裡面 他還向安檢人員表達不滿 指自己會向日本大使館投訴這個職員的態度 之後職員放行 令他們成功將炸彈電池帶上飛機 在機上金燃基穩適合的時機 在屢次將炸藥安裝在樂星牌RF1082型號的收音機裡面 將引爆時間設定在九小時後 還將它放在公文袋裡面 完事之後 兩個人在阿布集比中途站落機 留下炸役在飛機上 其後客機在緬甸上空時發生爆炸 機上115人全部遇難 但事件被揭露之後 北韓從來都沒有承認過這次空爛事件的責任 還向外宣稱這次是南韓插裝嫁禍 而無辜的生命就這樣消失在汪洋大海之中 當時南韓的民眾都想知道 究竟政府會怎樣處置金燃基這個殺人兇手呢? 在1988年1月15日即是空爛發生後一個半月 南韓政府發布了有關空爛事件的官方資訊 被金燃基一同出席記者會 當時金燃基承認自己接到北韓領導人的指令炸毀飛機 試圖令世界各地的人不敢去南韓 破壞南韓的國際形象 但是他在現場的聲音不夠大 幾次說話的時候都被台下的相機範門聲掩蓋了 在15分鐘內 金燃基表示對殺害115名乘客感到萬分內疚 然後他向公眾低頭道歉 在記者會後 媒體都爭相報道這個來自北韓的女特務 在空爛發生16個月後即是1989年3月 金燃基在南韓進行第一次審訊 由於犯下多何惡意殺人的罪行 他被判死刑 不過政府就一直都未公佈幾時執行 當時有來懶者的家屬表示就算金燃基死了 都不能彌補他們心中的傷痛 因為他們還未找到遇害者的遺體 但是一年之後即是1990年4月12日 市任南韓總統盧泰瑜宣布特赦金燃基 原因是因為金燃基在這場恐怖襲擊裏面 唯一能夠指證北韓惡意派人 殘害南韓民眾的人 他是北韓恐怖政權下的無辜犧牲品 認為他對南韓社會存有價值 但這個消息即刻引起了一種遇害者家屬的強烈不滿 認為政府忽略了眾多受害家庭的感受 也有人覺得金燃基殺害了115條無辜平民的生命 罪大惡極 不過就輕易地避開了懲罰 但同時南韓社會部分的人就持相反的意見 認為金燃基從小到大都受到北韓政府的洗腦教育 才會對北韓的命令圍圍絡絡 更加指他在1988年記者會上的道歉很真誠 對他表達了憐憫之情 雖然金燃基對南韓的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但沒多久他就成功在當地成家立室 事後他得到南韓政治保護 防止被北韓的特務暗殺 一直定居在南韓 在1997年金燃基和一個南韓安全部官員秘密結婚 分後他從事寫作和演講工作 他曾經對北韓作出大控訴 只要在北韓講錯一句話 你的全家都會被送入勞改營 他亦回想起當年認罪時候的感受 當我認罪的時候我是很勉強的 因為我是朝鮮的家人將會面臨危險 是不是認罪這個是生死攸關的決定 但是我開始意識到對於預覽者來說 要讓他們知道真相 這個是正確的決定 同時金燃基亦出版了自傳 親述自己過往的經歷和感受 這本書是推出之後大受歡迎 更加有南韓的導演將他的故事拍成電影《真由美》 雖然金燃基是南韓的生活得到保障 但他遠在北韓的家人就沒有那麼幸運 又指金燃基成為脫北者之後 他的家人都被判為半國策的共犯 被送到去勞改營 多年來家人音信全無生死未卜 但其實除了金燃基的家人 也有一個與事件相關的人 在北韓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 在事件曝光後 日本人被綁架到北韓的事件 也受到日本政府的關注 不過當時在北韓教導金燃基日文的女子 田口百松子其後仍然下落不明 時間到了2009年 47歲的金燃基和田口百松子的家人見面 他向對方表示他相信百松子仍然尚在人間 希望對方的家人會深存希望 但是根據日本共同社的報導 日本政府確認了17名日本公民被綁架到北韓 其中5人在2002年 事任日本首相小傳信一郎訪問北韓的時候 獲釋返回日本 但其餘12人至今仍然不知所蹤 而北韓一方就主張當中百人已經死了 另外4人就從來都未入境過北韓 除了綁架外國人事件之外 其實南韓民間一直有講法指 北韓早已派大量特務潛入南韓 設法密謀暗殺南韓總統和其他政治人物 根據1992年韓國政府的一次調查 他們曾經在南韓國內清拆到千多個神秘電子信號 推斷這些信號可能是來自北韓的特務團體 在南韓進行情報交流 保守估計當年可能有多達6千多個特務隱藏在南韓 其實除了金燃機之外 一直以來都有為數不少的北韓人 為了改善生活決心逃離家鄉 成為了脫北者 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了被譽為追尾脫北者樸而美 他勇敢將自己的往事寫成自傳 為了活下去脫北的女孩引起了極大迴響 成為了世界知名的維權人士 希望被外界關注北韓的實況 和保障脫賓女性的權益 金燃機因為受到國家長期以來的洗腦教育 執行了一次死傷慘重的恐怖襲擊 雖然曾經被判死刑 但其後就獲得特赦恢復自由身 不過事件中的死難者家屬 就認為這個決定令受害者得不到伸張正義的機會 那你覺得在這類型的恐怖襲擊事件裡面 除了背後的策劃人應該受到懲罰之外 被壓迫洗腦的執行者又需不需要負上責任呢? 請問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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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